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歉音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總共有ABC三拍 也需要時間講解 擺明這條是麻煩的 為何這樣講呢? 因為他玩長除法 長除法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Buy Long Division 他就叫你Found the Cousin 即是雙息 And Remainders 即是余數 余息 Of the Foreign Divisions 先看ABC 或是這麼說 做一擊破 拿一張單案子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都很先進 按按鈕 整條題目都出來了 科技真的很先進 大家不用站起來 所以看著來做 ABC 叫你做甚麼? 就是5x3次再減4x2次再加3x再減2 就整個除以x加2 到底是多少 何謂直式Long Division 長除法 即是直式 以前平時的除法 不過這次玩Polynomia版本 在高方 在先進一方 我們做一次 不要說那麼多 做才會知道做甚麼 我都不太逼 所以我用三張紙 分別做ABC拍給你看 第一張紙做A拍 他說的是5x3次 很噁心 先寫好一點 再減4x2次 再加3x 再減2 OK 這批東西 用來做甚麼呢 就是做長除 所以我畫過直式的符號 就是這樣做長除 而除人的就是x加2 所以我們會把它放在這裡 都很明顯的 首先描住x乘一塊 而目標價就是要描到同這個位置一樣 不如我給你一個顯示 要描到同黃色這塊一樣 明白我在說甚麼 所以其實在這裡 我們首先描住的第一件事 就是我會描住 如果你給我 就會描住5x2次 不過簡單點說 你記住要對回位 例如這個是5x2次 你應該要對回x2次 你應該要對回x2次 明白我在說甚麼 所以我先對回位 所以在這裡做 為甚麼我會描住5x2次 這塊為甚麼要是5x2次 因為我描住黃色這塊 就是x乘以甚麼 就是這塊 就會出黃色這塊 所以我們就會想到 這是5x2次 所以就行了 至於我們這樣乘的話 就會出5x3次 第二個箭咀就是這裡 就是2乘以這個 就是5x2次 所以就是正正得正 這裡加了 就是10x2次 你看到我 全部都對回位 就是甚麼呢 x3次對回x3次 x2次的對回 上下對回位 可以嗎 你成完了 所以在這裡 拉回直線 然後我們就 上下做甚麼 就是上下雙減 就是這裡 就是5x3次 5x3次 就是抵消了 我就是想抵消它 然後這裡 上下雙減 就是-4x2次 再減10x2次 就是-14x2次 然後後面的照抄 就是拖回來 全部照抄 所以在這裡 就是加3x 再減2 OK 而是上下雙減 下一個我再作 就是瞄著哪個位 瞄著 橙色位 就是這個 就是-14x2次 我瞄著 那怎樣瞄 我就作一件 就是x乘以一件 就要出橙色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裡 我今次會作 就是-14x 那次強調 那些x位全部 麻煩一個項目 這樣對回位 OK 所以在這裡 你試試 double check 就是x乘以-14x 那這裡就出什麼 正負負 就會是出-14x的二次 那你就可以等下 上下雙減抵消了它 所以我們是瞄著 這個橙色部分 作這個東西 OK 然後第二個箭咀 就是2乘以-14x 那就是出什麼 就會出-28x 好了 那玩完了 接著有拉一條直線 接著這裡是什麼來的呢 沒有的 就是上下雙減 就是-14x 再減-14x 就是負一正 就是加14x的二次 即是抵消了 兩個東西一樣 那這裡就是上下雙減 就是3x 再減-28x 就是負一正 所以3x 再加28x 就是加31x OK 好了 將這個減-2 拖下來射 就是減-2 而事實上 最後 我們會瞄哪個位置做呢 就是藍色的位置 就是這個 就是31x 我們瞄著它 這裡就是簡單說 如何作這塊東西 就是x乘什麼東西 東延西倉 你要考慮的 這塊 就是會出藍色這塊 31x 都幾明顯 這裡擺明我會放 加31 下去 記住 那些 constant term 都要對回整個位置 看到嗎 所以對回整個位置 要不是很容易錯 所以這裡第一個箭咀 x乘31x 即是31x 好了 第二個箭咀 就是2 乘2 31 即是2乘31 即是加 31乘2 即是62 OK 所以最後 終極答案 你不難發現 其實是這裡 上下雙減 就是31x 就是抵消了 減2 再減62 即是減964 所以其實你也不難發現 現在所以 我們可以回到別人 就是那個雙式 即是closion 就會是等於多少呢 就會是 呃 就是這個 就是is 這個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5x2次減14x 再加31 就是5x2次減14x 再加31 就是5x2次減14x 好了 還有 或者我用等號 好像比較好 不用煩 好了 所以 closion 就會是等於 這個 寫好一點 免得這麼迫 好了 還有就是reminder 即是餘數 就會是等於什麼 當然就是最後這個位置 就是-64 終於搞定了A part 所以我也說 這條也很麻煩 因為玩non-division 順暢最快 有段時間講 有段時間解 可以嗎 好 到B part了 拿張新的答案子 題目 我照樣放在這裡 B part 當然就是一樣 B part 他就問你 就是2x3次 再加7x2次 再減5 整個東西隨意 2x減1整個東西 OK 所以我們先放位置 首當其衝 這裡 前面如無意外 就是2x的 3次 再加7x的2次 再加0x 再減5 為什麼我要放這個0x呢 因為你看到嗎 它沒有了x的位置 那就是要補個位置 就是0x 就是0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為什麼要寫這個0x呢 因為再次重新補位 為什麼要上下也有x 你先對個項目 你明白我說什麼 好了 之後在這裡 寫我直式出來 就是要拉條線 好了 它給什麼除呢 就是2x減1 所以2x減1 應該寫在這裡 我們又繼續玩下去 首先第一個就是對黃色部分 我想聰明的你 你也不記得我剛才說什麼 就是對著黃色部分 2x3次 這裡做什麼 就是2x乘一個數 而這個數是什麼呢 你要猜 你自己去瞄 就瞄到和黃色的位置一樣 所以簡單來說 我自己會放的 我這次會放 我這次會放x sorry 先寫好一點 我這次會放就是x2次 所以在這裡 第一個箭咀 這裡整個就是2x乘X2次 就是2x的三次 第二個箭咀 就是減1乘2x2次 就是這裡是減x2次 你說我侵起都要這樣說 就是三次方 麻煩對回個項目 二次方的對回個項目 看到嗎 對回準的位置 然後拉條直線 上下雙減 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裡 如果我們上下雙減 你不難發現前面這個抵消了 不再說那麼多廢話 在這裡就是7x2次 再減這個 負x2次 即是負得正 即是7x2次 再加x2次 即是7個加1個 那還不是出8個 所以就是8x2次 上面這堆東西 你不就要copy下來 拉它下來寫 就是加對回位 0x 再 減5 就是這裡 OK 接著繼續去 我們再下的就是 今次對什麼位 對個橙色位 就是這個 就是8x2次 怎樣對 沒有的就是 瞄著這裡 整個箭櫃成過來 這個位置 你要想的這個位置 就是怎樣 它要想到就是2x乘這個 這個要想 就會出回橙色部分 那當然 你給我 我就會猜是 加 4x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2x乘4x 即是 2x乘8 8x 的二次 即是出回8x 二次 你就搞定了 是吧 你想描到一樣 可以抵消它 上下相減 再減1 再減1 再減2 4x 就是減 4x 是不是 所以在這裡 我們又再拉一條線出來 接著繼續去 就是上下相減的情況 在這裡抵消了 接著這裡 就是 0x 即是沒有東西 再減這個-4 即是負一正 即加4x 即是4x 好了 減5 再拉下來寫 看到嗎 所以最後 埋尾 要想的就是 藍色部分 即是 這個-4 這個4x 簡單來說 要做什麼呢 就是你要想的就是 2x乘什麼 東東嚴西聰這個位置 是什麼 才可以 出到這個4x OK 瞄著這個藍色部分 所以我在這裡 再來 我自己會估計 就是這裡加2 原因就是 你2x乘2 那你出來就是4x 那你便可以 是嗎 好了 接著這裡 減1 再乘2 這個 這個戰爪就是乘2 即是負2 拉回條線 最後看完余數 那個reminder 如無意外 你也不難發現 這個就是上下相減抵消了 沒有了 這裡 上下相減就是 就是減5 再減減就是負1 正 就是加2 就是減5加2 就是最後答案出負3 那所以 我們又得出一個結論 現在 即是說 這個cosm 那個相識 就會等於什麼呢 很明顯就是這個 就是x的2次 再加4x 再加2 好了 而reminder呢 即是 這個余數呢 這個余式呢 就會等於這個 最尾這個位置 就是負3 整件事搞定 OK 行不行 如果行行的話 就進去CPAR 那CPAR 留定個題目 在這裡等你 開張新的紙 好嗎 CPAR一樣 都是這樣玩快 不過呢 每次都要執生 OK 那在這裡 這次舊數 又會再大舊一點 起碼這東西都有三個位 是吧 所以我們 先記錄它 這個就是 3x的 5次 再減2x的 4次 再加3x 3次 再加2x的2次 再減 不要寫減 因為 2次之後 為什麼沒有了x 所以你要保位 所以就是 加0乘 x 那最後才是 減3 所以小心點被它拚了 是不是 OK 那當然啦 拉回 直式的那條線 轉下去 大大屁屁都頗糟糕的 小心點寫 那這個位置填什麼呢 就是 除人的就是它 就是x2次 再加2x 再加5 OK 那我們一樣的玩法 不過舊東西大舊一點 我們第一個位置要對的 當然就是 黃色部分 可以 我們對一對 這個位置 首先 我們要作一件 就是 x2次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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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考慮 它出來的就是 出黃色這塊 3x的5次 所以如果你給我思考 我就會覺得 乘乘3x3次 對方位應該就寫在這裏 就是3x3次 因為x3次方是這一行 所以你填這裏 而不是填在這個位 這個是4次方的位 OK 明明我說什麼 為什麼我會想這個呢 我們要重複一下 x2次乘3x的3次 那還不是3x的5次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裏就是3x的5次 好 第二個箭嘴 2x乘3x的3次 所以2 3如6 就是加 就是6x的4次 好 再來就是什麼呢 這裏就是 加5乘3x3次 即是5 315就是正 即是加 就是15x3次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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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直線 接著 玩法照舊 也是上下雙減 所以 搞什麼 即是 上下雙減 這裡抵消了 大家一樣 在這裏 上下雙減 就是 減2x4次 再減6x4次 即是 減8個 所以在這裏 就會是 減8x的4次 好 接著 一樣 就是 加3x3次 再減15x3次 即是 差別人的12個 所以就是 減12x3次 將這堆東西全部拖回來照抄 所以這裏 就是 加2x2次 再加 0x 再減3 那 終於搞定了 第一層 或者叫做 第二層 就是 橙色部分 就是這個 OK 或者畫好一點 就是這個 嘩 我 比較粗一點 就是這個 橙色這個位置 就是瞄著它 作作這個位置 就是怎樣 就是簡單說 將x2次 乘過來 這個東西你要想 怎樣想它 就是想到 x2次 乘這東西 而導致它會出到橙色這個東西 就是 -8x的4次 所以我在這裏 我會覺得 你給我 我就會放 -8x的2次 那為甚麼這樣說 你再雙色看看 你會發現 x2次 乘這個 -8x2次 所以 其實這裏就會出 -8x的4次 那你便成功了 好 第二個 就是2x 乘這個 -8x的2次 即是正負得負 好了 那 就 216 就是16 然後就是x的3次 好了 最後就是 加5 就是 加5 就是5x -8x的2次 即是正負得負 500中40 所以就是 減 40個 x2次 好了 也是一樣 不怕夠 繼續玩法就是 上下雙減 所以這裏 抵消了 -8x的4次 和下面的-8x的4次 對不對 然後這裏 這一項 就是-12x的3次 再減 即是負一正 就是 加16x的3次 所以 -12個 加16個 所以你不難發現 這裏 會出多少呢 就會出 正 即是 4x的3次 好了 接著這裏 就會是 2x的2次 減減 即是加 加40個 x2次 即是加 42個 x2次 好了 將這堆東西 全部照顧 即是說 或加 0x 再 減 3 我們繼續 再減 下去 今次我會減 哪個位置 藍色部分 就會是 這個位 就是 4x的3次 OK 所以我們 減下去的情況下 今次 即是說 我們要想的東西 就是 x2次 乘一塊 這塊 不知道是什麼 乘完出來之後 要是跟藍色部分 4x 3次 一樣的 所以我會選選 你給我 我 這裡填 就是 加4x 為什麼我會覺得 加4x 原因就是 x2次 乘4x 即是多少 即是 4x的3次 那你就搞定 跟它一樣 是不是 第二個戰爪 就是2x 再乘4x 即是24x 所以 所以就是 加8x 2次 最後 就是 5 乘4x 5 4x 所以就是 加20x x 拉回直線 拉回直線 所以在這裡 如果我們再做下去的情況下 上下雙減 即是這一行 大家抵消了 大家都叫4x 3次 就減走了 只剩下的 下了 就是 42x 2次 再 減8x 2次 都已經很明顯 就是 34的 x 2次 接著 就是 0x 再減20x 即是 負20x 最後把這個拖下來寫,就是減3 終於到尾了 最後當然就看了粉紅色部分 就是34x的二次 我們看這個位置,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想X二次成一個這樣的位置 這個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要自己想的 而導致它變成粉紅色部分 34x的二次 所以你讓我想 我就會放一個加34 全部要對回位置 看到嗎? 所以在這裡,你會發現 如果我們這樣成的話 你不難發現 X二次成一個34 就是34x的二次 你就碰到了 第二個箭嘴就是2x乘個34 那就是多少? 就是加68x 最後把5成去34 你按摩 5成34 就是加170 拉直線 最後就 上下雙減完就可以收工了 你可以看到答案 上下雙減的情況下 34x的2次 大家抵消了 然後這裡 就是減20個X 再減68個X 那就是減夠多少呢? 就是減夠88個X OK? 而最後 這裡 就是減3 再減 下面的170 那就是減夠多少呢? 沒有的 就是減夠 173 OK? 所以 現在真正答案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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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識 就會 等於 什麼呢? 很明顯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 3x的三次 就是 再減8x的2次 就 再加 4x 就 再加 34 那 先搞定 那 至於 reminder 那個余數呢? 很明顯就是看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 不過 就是 負88個X 就 再減 再減173 終於 整件事搞定 所以 玩得long division 長序法 一定是煩的 要慢慢做 還有要對位 OK? 沒有得心急的 好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 那就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 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